一封新邮件抵达 这个N8N邮件住所马上开始处理 它会在10秒内精准补货下载链接 自动解压核心数据 并筛选出你需要的文件 最后将它智能归档到你指定的位置 全程零手动干预 宅家实验室 大家好 上期视频 我们成功地把N8N部署到了NAS上 还实现了AI新闻简报的自动化 但一个七天之痒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谷歌认证过期了 没错 测试用户的授权只有一周 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后顾之忧彻底解决掉 让它永久有效 然后重头戏来了 我将带你打造三个超实用的邮件住手工作流 看完就能用 保证让你的效率原地起飞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可以点击书签跳到视频的任意部分 废话不多说 开始吧 我们登陆到NAS上搭建的N8N 打开上一支影片介绍的AI新闻简报工作流 可以execute一下 可以看到报错了 是因为上次我们设置的谷歌认证 是一个测试应用 只有七天有效期 接下来我们看看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正常的应用吧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打开谷歌云服务控制台 点击这个项目名称 切换到N8NG项目 点击左上角的菜单 API和服务里面 点击All of全线请求页面 点击目标对象 你看到目标对象这里的发布状态 还是测试应用状态 点击发布这个应用 确认 然后点击客户端 点击N8N 看这个链接是指向本地的重定向URO 你可以重新的去输入这个客户端ID 和密钥 如果你忘记了密钥 可以ADSecret去生成第二个密钥 这样你可以再复制一下这个密钥 但最多只能生成两个密钥 我们需要这些信息去N8N谷歌授权界面重新认证 记住 一定是要到Docker本地的N8N里面去重新授权 而不是NAS里的N8N 本地授权好了后 我们再可以转移证书到NAS端的N8N 接下来 打开Docker去找到这个N8N容器 勾选 点击启用 然后打开这个N8N本地服务地址 登陆Localhost的N8N 点进去这个自动流程 执行 肯定也报一样的错 这样我们可以进来重新进行授权 双击节点 点击编辑 输入刚才的ID和密钥 点击登入谷歌 选择账户 高级 点转至N8N不安全 点全选 点继续 Connection Successful 这样就好嘞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发送成功了 就证明我们这个节点重新配置成功了 这次是永久认证 不会报错了 我们需要再次将本地的永久谷歌认证 转移到那个NAS的N8N 如上期视频所讲的 把这个本地的N8N文件夹内容 整个拖拽到NAS的N8N文件夹中 但转移后 NAS部署的N8N所有的工作流都没了 要重新设置 这样非常麻烦 我们有没有办法只转移证书 保留其工作流呢 可以的想法是 通过Windows系统的Bash 来导出本地N8N的授权文件 和N8N的运行密钥 再导入到NASN8N就好了 看一下怎么操作吧 打开CMD命令行 输入这个命令 进入到N8NDocker的Bash 再通过这个命令 把本地N8N的授权证书导出 到Node文件夹 OK成功导出了 去容器文件夹找到这个证书文件 Credentials.json吧 回到本地Docker 单击N8N容器名 点击Files 后门文件夹 然后Node 看Credentials.json就是证书文件 右键可以Save 把它Save到桌面 Save 正书文件就在桌面了 如果你只导入这个到NASN8N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获取N8N的运行密钥 怎么去导出这个运行密钥呢 在CMD里运行这个命令 没报错就是成功了 来到Docker界面 Home Node 点N8N 看到这个Config文件 里面就有运行密钥 右键Save 还保存到桌面吧 文件就在桌面了 右键用记事本打开 看这个双引号里面的 就是N8N运行密钥 等下要用到 我们就先来进行导入Credential证书吧 登入DSM 打开文件管理器 Docker N8N文件夹 把那个Credential.json给复制进来 直接拖进来就好了 上传好了 检查一下就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再用SSH链接到NAS系统 点击Party 双击NAS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到服务器 用这个命令进入到N8N容器的Bash N8N-20容器名 记得修改成你自己的容器名 进到了这个Bash 再用这个命令 把Credential导入到NAS的N8N里 然后Input地址 是我们刚放Json文件的地址 我们就Enter一下 这样我们就成功的导入了这个证书文件 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着 怎么去让这个NASN8N 以桌面N8N的运行密钥运行 去到DSM 在Container Manager里面 找到N8N二容器 右键Duplicate 复制这个Container 我们要再加一个环境变量 变量名叫是这个 然后值就是刚才在TXD文档的密钥 复制 粘贴进来 点击Duplicate 继续Continue 这样我们就复制得到了一个 用桌面N8N密钥运行的新的N8N容器了 输入内网穿透的网址 登入NASN8N吧 对内网穿透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我这一支视频 再来试试这个AI简报吧 点击执行 这样就成功了 也就是说 通过转移授权证书和运行密钥 我们成功的实现了永久的谷歌授权 我听到一个对N8N的评价 说做自动化 不是为了自动化而自动化 而是为了切实的提高自己的工作生活效率 我给大家演示一个 我工作中的具体的实力吧 然后再看自动化工具 怎么提高效率的吧 首先按Shift加B键 快速打开Gmail邮箱书签 对急速找到书签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这支视频 我的工作经常会进行基因测序 测序公司会给我发送这样的一个 基因测序结果的邮件 测序结果的Zipon键 就在这个Download Result的下载链接里面 点击一下下载 然后呢我们可以打开Download文件夹 这是刚下载的文件 双击打开压缩包 这有很多文件 我需要的文件是以ZR开头 以ABE结尾的 再把它解压到桌面上 最后终于拿到了这个测序的文件了 可以看到 每天执行这一系列的操作 还是非常繁琐耗时的 于是我就构建了这个工作流 自动化处理这一系列操作 它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Gmail节点是取Gmail邮件 然后是这个节点 负责把Gmail邮件标记为已读 这个节点会找到邮件内容中 带有Zipfile的链接地址 然后这个节点去下载这个Zipfile文件 再然后呢 这是个解压Zip文件的节点 进行解压 然后输出一个数据包 Code节点会将一个大数据包 拆分成单个的文件 刚才看到那个Zipfile里 有很多的文件 分简节点 它会分简出文件名 含有ZL和ABE的文件 最后的节点 会把文件保存到特定的NAS路径里面 刚才我做的所有工作 只要一点击执行 就瞬间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每个节点的配置吧 这个节点呢 你需要放上自己Gmail account认证 它邮件查询频率是每一分钟查询一次 可以修改成你想要的频次 然后Event就是Message Received 可以设置各样的Filter 如设一个发送者的邮箱 或者发送者的名字 我选择的是发送者邮箱 你可以加更多的筛选条件 比如说你可以Search 包括什么内容的邮件 这个之路节点是会把你当前获取的 邮件的ID传进来 然后会把这个邮件标为已读 这样就不需要你再点击邮件了 第二个节点通过正则表达式 搜寻邮件内容里面的 带有Zipn件的URL 你可以更改成你要下载文件的关键词 抓取了之后 就是要对文件进行下载了 它会输出一个Data File 然后这个Data File呢 会输入到这个解压节点 Depression就解压 然后Input Data Output File 这个Code节点呢 将刚输出的一个大的解压包Files 分装成很多的单个的文件 然后一个个文件 输入到下一个F节点 这个节点 它会对这些文件名进行筛选 比如文件名同时包含ZR和ABE 才会定义为真 然后定义为真的文件 往下传输到Save to NAS节点 点进去这个节点看看 NAS路径我们一定好好设置了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文件名是这个 然后NAS路径是Output 它是我在容器设置里面单独添加的虚拟文件夹 如图添加一个单独的Output 千万不要用N8N的文件夹 很容易报错 Docker文件夹下面建立了Output文件夹 我们开始执行吧 你可以看见 从56个文件中 它挑选出了一个文件保存了 检查下它是否保存到了我的NAS里面吧 大家看看满足要求的ABE文件就已经保存到这里了 每次打开NAS查看文件 太麻烦了 怎么把这个文件夹映射到Windows电脑资源管理器里 DCPZ上右键 Map Network Driver 点击这个链接 下一步 再下一个 输入NAS的地址 这是Talescale生成的一个虚拟地址 可以外网访问NAS 我已经添加好了 你们就可以点Next 然后输入你的NAS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样在你的Windows电脑上 就可以直接访问NAS的文件夹了 我已经做好了 就不重新从头演示了 你会在Network里面找到NAS文件夹 然后看你NAS文件夹了 没有Docker 有时候就显示有点问题 你可以就直接在地址栏 手动输入Docker 你可以看见这个Output就在这里了 双击进去就看到了要的ABE文件了 为了快速访问这个Output文件夹 你就可以把它拖拽到快速访问栏 你看这是Output File 我们就飞速拿到了这样的测序结果了 相比于传统的方法快十倍不止 而且NAS上N8N7乘24小时 一直在运行这样的服务 每天打开电脑 发现测序结果静悄悄地躺在这里等你 特别酷 这个邮件助手工作 功能是下载并保存邮件下载链接中的文件 就是我刚那个Zip File 直接会保存到你Output文件夹里 可以看看这个节点吧 第一个是一样的 获取Gmail邮件信息 然后标记为已读节点 这个是获取文件下载链接 这是用正则表达式找Zip File 有需要还是可以改成相应的文件下载格式 然后呢这是文件下载节点 这里是保存到NAS节点 路径还是刚才一样的Output 我们就直接去执行一下吧 你看到有一个Item被下载下来了 然后如果你是想让它 比如说过一分钟或者几分钟 自动执行一下 你可以点这个开关 把它选成Active 它就会一直隔一分钟时间 就检查你的邮箱了 我们可以去再检查一下Zip文件 是否在Output文件夹 刷新一下吧 那我们看到这个Zip File 被放到了这里了 是不是还挺方便的 接下来这个邮件助手工作流呢 是保存邮件附件用的 它会检查你的邮件是否有附件 如果有的话就会把附件保存在你指定的文件夹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邮箱吧 可以看到我的Gmail邮箱 收到一个新的测试附件的邮件 附件包含一个Docker TXT 和Credential JSON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是否能把这两个文件 保存在我的Output File里 稍微解释一下 我就不点开每个节点了 这个节点检查是否有附件 如果有附件 附件就会传输到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会处理附件包裹 因为之前的Gmail Trigger 会把邮件的所有附件 都打包成一个很大的包裹 发过来 这个节点会把这个大包裹 分装成几个小包裹 每个小包裹就包含有独立的小文件 执行一下试试 看看是不是能够工作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开始传过来是一个包裹 因为它有附件呢 这个节点就会输出一个附件包裹 然后分解节点 会把这个包裹分解成两个文件 你可以看这两个文件 保存NAS特定文件夹 然后我们看一下 Output里面是否有那两个文件 刷新一下哦 我们可以看见Jason和Docker 这样一下子就把所有附件给保存了 再看邮箱吧 显示未读 我们刷新一下可以看到 这个邮件就标记为已读了 证明这个已读节点也工作了 大家如果需要这些工作流的话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再发送电子邮件到我的Gmail邮箱 我会把这三个邮件助手工作流 尽快发送给你 好了 我们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不仅一劳永逸的解决了N8N的谷歌认证问题 更重要的是 我们学会了用三个强大的工作流 把NAS变成了一个处理邮件的自动化中心 无论是自动下载报告 还是归档重要附件 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N8N的真正威力在于它的连接性 你可以把邮件系统和你的知识库 项目管理工具 甚至是智能家居连接起来 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效率系统 你觉得N8N还能帮你自动处理哪些邮件 或者你希望我下一期用N8N连接什么好玩的服务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们的想法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三连 这对我非常重要 也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更精彩的效率干货了